很多人打電話比較多 叫我打電話就曾永謙 我想說我啊 這些人都一切的朋友什麼的 不然我沒有曾永謙的電話 然後我就打電話 結果後來變成媒體上說 柯文哲打電話 主動打電話給曾永謙 做選舉效率 綠白電話門誰主動 誰被動爭論不休 柯文哲大嘆被顛倒黑白 結果那個媒體就是 這樣一條網 你說你成千 因為他跟死人講 就算你成千就好 還是要不要再說 不算這些事情 所以只要透過不斷抹黑抹紅 就慢慢發揮 這也是目前民進黨的民體共識 堂堂民主進步黨的前主席卓榮泰 不是說他沒有參與 沒有涉入政府院長的選舉嗎 卓榮泰公開說謊 被點名的卓榮泰發文回籍 強調說清楚就不是羅生門 指一月二十五號和黃珊珊在友人聯繫下 談三種模式 請民眾黨支持尤昌沛或是院長支持尤錫坤 副院長可討論支持民眾黨人選 以及當時坊間盛傳的尤將組合民眾黨議院 最後彼此並無交集 黃珊珊僅表示會向柯主席報告當日談話內容 炮轟黃國昌一再魅於事實的指責 視他一貫作風 整件事情被揭穿了以後 結果民進黨才匆匆忙忙的說 台灣民眾黨要移轉焦點 到底是誰要移轉焦點 這世界說穿了就是柯文哲扛不起民眾黨保送韓國瑜的社會壓力 柯文哲只有巴西立院的影響力 其實他們擔憂的是被邊緣化 黃國昌蓄天柴火奉勸卓榮泰有本事公然說謊 就不要被拆穿後惱羞成怒怒轟毫無擔當還丟人現眼 綠白想在國會攜手合作機率越來越低 今新聞綜合報告